大家好 我是李志 大家好 我是马博庸 刚才给大家念的这首诗 是南宋时期的著名爱国诗人 陆游的一首叫做《书粪》 引出了咱们今天的主题 聊一聊诸葛亮和初诗表的那些事 我们都知道三国时期能人辈出 别说是武将各个名文侠 其实那些文学家也是不慌多让 比如说最著名的叫建安七子 文史留名 然后还有像三曹 就是曹操 曹丕 曹植 尤其是曹丕啊 曹丕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他觉得他好像就是一个官二代 皇二代 其实曹丕挺有才华的 尤其他第一他是建树高手 而且呢他还是一个文学高手 他写过一本书叫《典论》 是开创了中国批评文学的一个先河 所以曹丕这个人实际上是文武双全 所以对三曹呢 历史上还有一个人 能跟他们在文学史的地位 可以相抗衡 那这个人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呢 没有专门写过什么专注 但是他写的有一篇政治文件 算是千古留名了 这个文件大家也都知道 叫做初识表 其实说到初识表呢 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相信能够勾起很多 初中三年级朋友惨痛的回忆 因为这个叶胜桃先生 在中国的第一本九年义务教育制 把语文教材 把这个初识表纳入到语文教材之后 一直到今天 初识表也是牢牢的占据着语文教材的重要古文 有的还是必备 甚至中考高考经常要考 但其实这事儿了 咱们也犯不着去恨诸葛亮 也犯不着去怪叶正陶 这个早在宋朝的时候 我们知道啊 北宋有一大文学家 就是小时候杂纲那哥们 长大呢 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这个编年题史书 叫做《资质通鉴》 包括到后来南宋时期 著名的这个理学家叫朱熹 这个人呢 从这个儒家正统思想上来讲 他也算是这个明代王阳明的这个先师 开山鼻祖 理学的这个祖师爷了 朱熹和司马光这二位 无论是在编撰资质通鉴 还是在教祖资质通鉴纲目的时候 都对前朝历朝历代的奏折表彰 卡得非常的严格 因为他们觉得前面那些人 臣子给皇上写信 说话上表彰啊 废话太多 一般都是什么吴皇万岁呀 陛下精安呀 啰里啪梭的都是没用的 可是诸葛亮这出师表打开一看 不一样 无论前出师表还是后出师表 开头的第一句话 都是拿先帝说事 就是陛下你爸爸如何如何如何 你看前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办而中道崩卒 后出师表叫做 先帝屡汉贼不两立 王爷不偏安 那么说到底 为什么司马光 朱熹 叶圣陶先生 对于出师表都有如此高的评价 甚至在历史上 出师表做一篇 很普通的臣子上奏给帝王的这种表彰 能够有如此重要的历史意义呢 答案很简单 就一个字 中 其实离了这个字啊 中国人做人不明白 做事不明白 读书也读不明白 那我有一些朋友有时候经常下聊天的时候说 读水浒传读不明白 我说水浒传怎么读不明白啊 他说水浒传前面写挺好 一百零八将去一厅大口之后大人喝酒 到后边一招安死的死跑的跑 什么都没剩下 那闹明白 诗南为什么写招安 最后想不明白 给人诗南送一外号 叫人家烂尾达人 其实这个事很简单 如果水浒传 大家想啊 如果水浒传不写招安的话 这本书没有哪个出版社敢给他出版 它不是四大名著 它是十大反书 或者十大尽数 出诗表也是一样 很多人闹明白 读三国读了一辈子 到今天也有很多老师 在某某场合讲座的时候 扯着脖子给曹子喊圆 曹操比诸葛亮差哪了 你诸葛亮是丞相 曹操也是丞相 诸葛亮五相侯 曹操是五平侯 凭什么死了之后 你诸葛亮是民族智慧的化身 曹操就只能是乱世之坚决 答案很简单 就是诸葛亮会写出诗表 曹操不回 即使你看曹操和诸葛亮 两个人同样作为丞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对吧 曹操是携天子以令诸侯 诸葛亮是正无巨细 贤绝于量 大事小事 他一人说了算 可是这两个人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 诸葛亮无论做任何事之前 都会给自己那个小流善 小恶斗不成器的君主 写一封申请书 对吧 我出门打仗 花的是你们老刘家的钱 用的是你们老刘家的兵 我得给你打个申请报告 所以出诗表的本质含义是什么 是我作为臣子的本分 而曹蒙德 东征西讨 南征北伐 并且刘家有什么 这篇文章大家都非常熟悉 而在这篇文章的内容当中 也有很多隐藏的小秘密 相信咱们的初中语文老师 是没有跟大家讲 大家平时应该也 没有细琢磨到那地去的 今天我就跟大家 一一的揭秘一下 初识表里边隐藏着哪些幌子 这首先第一句话 就是我们经常考试要考的内容 叫做陈当北定中原树节奴顿 嚷出尖凶 这个北定中原特别有意思 其实历史的背景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公元的226年的时候 曹丕挂了 也就是说魏明帝曹瑞的爸爸不在了 227年上初识表 228年春诸葛亮正尔八景的初识齐山 开始被发 从226年到228年 诸葛亮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在着手自己的北伐的兵马前梁的各项准备 同时他从道义上要给你曹瑞一个国丧的处理期 因为我们古人知道 打仗的时候是很讲究的 国丧你不能打人家 这是国家 你这样就很欺负人 而且你不占道义 不乏有丧之国 所以诸葛亮给了他充分的国丧时期 226到228 很多人说礼记上讲国丧不是三年吗 三年是25个月 不是36个月 所谓的三年 就是这两年加上第三年的第一个月 加在一起 25个月 大丧就解决了 所以利用这25个月的时间 诸葛亮给你魏明帝曹瑞 这个处理丧事的时间 同时自己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而且上这一道出师表上的非常巧妙的 就是把北定中原这四个字透露了出去 北定中原啊 曹瑞听得很好啊 是啊 你诸葛亮准备要往北边打了 可是呢 就派曹真在长安严防死守 在诸葛亮汉中正北边的击谷 老老实实的修筑了非常坚固的城防 安安静静的等待着你诸葛亮出兵来攻 可是万万没想到 公元228年 诸葛亮命赵云邓之率宜军出击谷 一小部分兵马作为宜兵来到了击谷 和曹真对峙 而诸葛亮呢 却不知所踪 等曹魏朝廷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们突然发现诸葛亮已经往西跑了 而且跑得还不近 跑到奇山去了 你不是说好好的 这不是北定中原吗 怎么往西边跑了呢 所以初识表啊 我在想 诸葛亮用这一句话 可以说是给曹魏下了一记迷魂汤 曹真虽然说是 跟着当年魏武王曹操 东征北战履历战功的素将 但是论智商呢 他跟诸葛亮是没法比的 就这一个假动作 可以说把曹真晃开了五米开外 然后等诸葛亮到达奇山 设立了根据地之后 整个雍梁二周 立刻陷入一片混乱 天水南安安定 三郡举郡叛位应亮 这三个郡的太守 离开了曹家 准备和诸葛亮合作 在此到这个时候 诸葛亮的北伐 可以说是一片大好形势 这也就是诸葛亮在初识表当中 那一句北定中原给曹真甚至于曹瑞下了迷魂汤 当然除了作为幌子之外啊 仔仔细细的去品读初识表的内容的时候 你还会发现这个初识表啊 它其实是一封颇类似于遗书的上乘给帝王的表彰 因为其实从诸葛亮的角度来想啊 我们可以设计一下 按照三国之位略的记载 当时这个诸葛亮出了奇山之后 三国之位略有句话 叫做石 就是一开始 举国皆知蜀中有刘备 就是曹山那边的人都知道 四川这个地方有刘备 刘备可以带兵打仗 不知有诸葛亮 并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蜀国有诸葛亮 而是他们不知道诸葛亮这么一个文科毕业生 居然也能够带着军队出门撕逼 所以等诸葛亮来到奇山的时候 曹魏瞬间就慌了 魏明帝曹睿百家长安亲自与诸葛亮对峙 但是反过来讲 既然曹魏都不知道蜀中有诸葛亮 证明诸葛亮在此之前 也从未进行过大规模的和曹魏国的正面对抗 为三军之主帅和曹魏开始正面对抗 那么诸葛亮对于他北伐的第一次和曹魏的交锋 其实他的内心也是充满着未知甚至疑惑的 所以在出师表当中 他把很多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 他告诉后主刘善 文官要用哪些人 武将要用哪些人 世中尚书长使参军 哪些是真谅死劫之臣 愿陛下亲之心之 末了还告诉自己的皇帝陛下 说要亲贤臣远小人 尊尊教导言辞恳切 其实仔仔细细的去想 诸葛亮可以说在上出师表北伐曹魏的时候 他已经做好了一切灾难发生可能的准备 因为他毕竟不知道曹魏的骑兵有多么的凶猛 他也并不知道自己属中的这些军队带出秦岭之后 到底能够遭遇到哪些的状况 对于一切未知的情况 任何人都是恐惧的 诸葛亮也不例外 所以当他安排好了一切的后事之后 甚至说用出师表的方式给刘善写了遗书之后 他才可以非常放心的亲率大军 背定中原 稀出其善 所以对于诸葛亮而言 他的出师表的第二个意义就是 安排好朝廷的后事作为遗书 那么第三个意义呢 其实出师表啊 他所上乘给刘善的同时 蜀汉政权有这么几个情况 大家一定要了解 就是蜀汉作为一个三国时期的独立政权而言 他的内部成分是非常多元化的 一般我们知道一个王朝皇帝居中 差不多有两派人就OK了 可是蜀汉王朝啊 从他的建立到他最后的成功 他一共是三派人士 哪三派人士呢 分别是跟随刘备从河北中原一路逃过来的老部下 其中就有关于张飞 赵云 包括陈道 刘延 这些人作为代表 这叫河北老故旧 就是刘备的老班底 另外一部分呢 是荆州士族 荆州士族这就人多了 诸葛亮啊 庞统啊 廖利啊 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后边的这个 废一啊 这些都属于荆楚集团的这些谋士 跟着刘备 一起来到了益州 这第三波呢 就是属于益州本土的人士 可是等刘备来到四川建国之后 随着历史的车轮不断的前进 河北老故旧逐渐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因为关羽章飞死了 啊 这就是没有主心谷了 那么什么人 站立了蜀汉政权的主心谷呢 荆州士族站立了主心谷 可是荆州士族 站立主心谷了之后 他们也发现 益州士族其实也分了两波 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 他这两波也存在这个问题 一波是当年刘夹 从南洋长安带过来的 这波人叫做东州士 他们是从南洋带过来 其中包括李延吧 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法政 这些都属于陕西 这个长安附近的 包括河南南洋附近的 这叫东州士 另外一波呢 就是以秦密啊 杨红啊 王平 马中 张逆 蜀汉后期的中流砥柱 包括骨干武将 这叫益州本土士族 所以在河北孤舅退去之后 蜀汉国座的形成就分成了 荆州集团 东州士集团和益州集团 内部就有三波势力在相互制衡 那诸葛亮为什么要写出诗表 写出诗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告诉所有人 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强大的敌人 这个敌人叫做曹卫 其实从管理学的角度上来讲 怎么样团结内部人的这种战斗力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设置假想笛 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假想笛存在的时候 我们才能做到兄弟戏于强而共于外辱 所以在诸葛亮出诗表上上去之后 朝野上下一片欣然鼓舞振奋士气之心 蜀汉的这个国脉国运 才能够得以延绵不断地继续稳定地维持下去 诸葛亮这个确实没法预见 四十年后流善的这个行为 但是他出诗表里体现出来的智慧和忠义 确实令此后数千年来 所有文人都敬佩不已 一直是成为文人乃至臣子的一个 最高道德标准的一个典范 即使到今天 咱们也能从文中字里行间窥探一样 比如说陆游曾经写过一首诗 初诗一表真名是千赞谁看博种间 一点也不是过于 他是恰如其分的将诸葛亮的这种情操 以及他的忠诚表现出来了 但是没想到啊 四十年后 这个刘善同志还是把亲贤臣袁小人给调过来了 亲近了皇后 远离了这个姜维等一帮忠亮死劫之臣 最终导致破国王家 也可以说是诸葛亮的初诗表当中 早有的先见之名 好了 那本期的初诗表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那么下期节目我们接着再聊